欢迎观看的空气无尘很严重 尤其是我滤水汽车的地区 台北有一间做水冷的公司 就占对小孩做一个效果较好的水冷 准备要送给滤水汽车的国秀活动来使用 这项关键技术 今天是亚地当兴国秀来祈祥 向本人感谢企业的热心 业者也愿望能够来维护小孩的健康 回馈社会 台北一间专门生产业的企业 因为中南部空气无尘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所以台北关键水都来让本人的活动使用 这项关键技术今天在当兴国秀进行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资美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 来赠送学校的那种净舒适的一个口罩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东北季风一来 那我们这边的泊水汽阳沉就特别的严重 那我们希望说这种的爱心的一个活动 能够达到抛砖引力的效果 让更多人来关注学统的一个健康 关键团委员表示 他们这种水龙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 产品以外消为主 这次针对海洞的需要 开发一项修行的水龙 希望可以帮助学朋友为何健康 小朋友的口罩呢我们基本上是有三层 那第一层就是非常柔软的水蒸布 然后第二层就是高效能的过滤布 然后最内层就是吸水的PP布这样子 那针对PM2.5来说呢 确实可以做到保护海童的这个呼吸道的健康 产者表示 这种水龙的关键对象 是一路水龙边缘的国小的活动为主 这个区域的效果 能够达到他们的联络 因为现在空气品质很糟糕嘛 那我们公司也是秉持一个回馈社会 所以呢 这次尤其是在中南部 这几所国小就是空污的 就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会从东兴国小开始 然后丰宏国小 还有其他几所国小 我们会从这边先开始 那就是我们公司秉持就是关怀 然后守护海童的一个呼吸健康 除了正常水龙以外 关键单位另外也要加下生 正常使用水龙的方式 让水龙可以发挥效果 为何身体健康 记者 以明威 曹安博德